高曲曲 折礼 高曲 折礼 高曲 折礼 高曲 折礼 系组中有所谓的主体结构 及非主体结构 非族体结构包含了沉重墙等 正如其名,非族体结构并非自称建筑之重所有 然而现代建筑之隔建墙主要以二地砖砖墙的数 大大增加了建筑之重 所以我们结合采访课所学的轻植砖 以碳为原料取代砖的力量 我们以不同的集配配出了五种不同系统模式的墙头 再以制制模具将砖定定型 之后再经过抗压、抗酸、隔音、罗勒、方操等 实验测试砖头的各项性质 抗压试验 将砖头对半切开后进行抗压测试 测试时需在上下各放一张白纸 由上表可知 我们砖头的抗压强度较为不足 抗酸试验 将砖头称重后 以1比10之比例调出吸烟酸后抛入一天后取出 称重 算出损坏率 由上表可知我们砖头抗酸能力较弱 隔热试验 隔热试验 制作出隔烟箱后将砖头砌成4皮的小墙 后放置在洞口 再测试出它的隔音 由上表可知 我们砖头的隔音与一般砖无异 隔热试验 将红外线灯置于隔热箱前30公分处 照射一小时后 测量砖头表面温度及箱内之温度 由上表可知 碳砖拥有不错的隔热性 防潮试验 将砖头泡水一天后烘干侧重 再算出吸水率 由上表可知 我们砖头吸水率较高